年关将近警方进行防抢演练 为求逼真真的是卯足权力 屏东方辽分局的南远警 不为低温打赤博办抢匪 另外在高雄沿城区的警方 同样也是大阵仗 为了提升防抢意识 还特别借了一辆法拉利跑车 银行有状况 两名男子打赤博持枪抢银行 大声威吓所有人下的手抱头不敢动 嫌犯得手摆弯后落跑 还挟持无辜女子当人质 公然抢劫行径嚣张 警方围捕 突然间大头娃娃出现 哦原来是方枪艳练 松神扼杀歹徒其实是远景扮演 碰上寒流冒着低温照剧本打赤博上阵 对比其他人和外套包紧紧 被说真的太敬业 镜头转往高雄 所谓抢匪搭着千万超跑出场 半抢匪远景严很大 其他人配合演出 微捕也很卖力 以上场节是假 但演练是真的 为了加深记忆点 还特地去借来这辆 1800万的法拉利当道具 宣传防抢医事各警局真的是脚尽脑汁 拼了 记者综合报道